走看看又看看不如来桌游抱抱看 欢迎大家收看本集第三集的桌游抱抱看 我是本集的主持人阿射 首先我们来先看第一则新闻吧 相信大家都玩过卡卡松这个元老级的桌游对吧 在最近呢 G-Man's Game他就有宣布了 他将会推出卡卡松20周年的这个版本啦 那20周年的这个版本呢 他除了他的外表有这个画面 然后有这个精致边的这个外盒以外呢 他这20周年版本的这个米宝呢 将会有一个人物的这个贴纸贴在这个米宝上面啦 那比起我们原本的这个米宝呢 就有一个很不一样的一个风格啦 除了他那华丽的外盒跟那些米宝以外呢 他的板块也将会有个不一样的变化哦 那我们可以看到他板块的图案呢 就比较有一个立体感的感觉 所以我们在玩起来的时候呢 看起来也会很特别啦 如果想要入手的朋友呢 官方暂时还没有透露正确的那个日期啦 不过呢 我将会在下面呢 会提供这个网站呢 然后大家你们就可以去下面这个网站 然后去订购你们的这个20周年的卡卡松啦 将会在2022年推出了这个 这个Pufffinder Arena呢 官方最近也透露了这个Pufffinder Arena的这个美术图啦 在这个官方的消息里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游戏的那些模型跟它的美术图啦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有着英雄的这些模型 还有这些怪物的模型啦 相信很多Pufffinder的粉丝呢 都很期待这个游戏对吧 不过目前这个游戏呢还正在开发中啦 所以呢我们只能耐心的等待官方能够在未来呢 推出更多的消息啦 相信大家都想要体会这个密室逃脱的这个活动对吧 那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呢 我们就不能去这些地方啦 在Kickstarter里呢 就有推出了一款就好像密室逃脱的这一款游戏 那它就是Key Agnema Calling Card Calling Card呢 它就是一款神秘的命杀案的游戏啦 在这个游戏里呢 我们每个玩家都扮演着侦探或者是警察 就要去解决这个命杀案啦 在这个游戏里呢 玩家就要透过这个游戏提供的这些提示 它的软件还有它的网站 然后去解决这个命杀案啦 不过呢我们就不是在案发现场啦 我们就是在家里体验这个游戏啦 那就好像现在的Work from Home这样子啦 Calling Card呢 它现在目前就是两个版本啦 一个就是普通版本 另外一个就是豪华版本啦 普通版本呢 它就是89块EUR 然后豪华版呢 就是120块EUR啦 如果想要体验这个密室逃脱的玩家呢 不妨可以试试看这个游戏吧 好了 那今天的桌游包包看就到这里结束啦 如果各位有什么想要说的 或者是有什么意见想要说的 都可以在留言区告诉我啦 好了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